READY 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沛 我是今天主持人安娜黎 什麼叫做千呼萬喚使出來呢 或許這句話用來形容暗黑破壞神三 真的是再貼切不過了 因為呢 讓各位玩家等了十年 十年的暗黑破壞神三 終於要在今年的5月15號推出啦 所以呢 各位玩家到時候 就可以一起來聯繫 闖蕩暗黑破壞神三的遊戲世界囉 長久的等待終於要結束了 Belizzer Entertainment 日前宣布 讓玩家苦等超過十年的超大作遊戲 暗黑破壞神三今年5月15日將正式推出 而且同步還會有繁體中文版上市 暗黑風潮將全球引爆 這一次 暗黑破壞神三將會發售 實體光碟版以及數位下載版兩種格式 兩種售價都是新台幣1499元 在暗黑破壞神三的世界中 玩家可以選擇扮演野蠻人 巫醫 巫師 武僧以及獸魔獵人等5種英雄 一起進行史詩般的任務 將聖修雅瑞大陸從獵焰地獄的邪惡力量中拯救出來 另外透過BattleNet平台 暗黑破壞神三可以提供更強大的配對功能 同時也為暗黑破壞神三拍賣場提供更安全的交易機制 玩家將可在拍賣場買賣各種武器防具 以及其他有價值的物品以獲取遊戲內貨幣 這一次暗黑破壞神三除了普通版之外 還會有限量的英文典藏版 也將會在限定通路銷售 全套以特殊的雪白包裝方式 內容物包含遊戲光碟 影音光碟 音樂CD 透達208頁的畫冊 特製4GB隨身碟 呼嚕網底座 虛擬下載序號等等 內容超豐富 值得珍藏喔 大家都知道 機動戰士鋼彈在日本已經有超過30年的歷史 是日本動漫遊戲節最熱門的創作題材 但是以機動戰士鋼彈為題材的遊戲這麼多 但是大家應該沒有玩過免費的PS3版本吧 所以現在安娜要介紹的這個 機動戰士鋼彈 戰鬥指令呢 就是一款讓人驚喜的免費PS3版本 所以大家要記得喜歡玩玩看喔 萬代南夢宮日前宣布 今年6月將在PS3上推出一款全新作品 機動戰士鋼彈 戰鬥指令 而這款最多允許六人對六人連線的 機器人戰鬥遊戲 還將採取免費連線 免費遊戲的方式 讓玩家能組隊進行戰鬥 在遊戲中玩家能選擇加入地球聯邦軍 或是極翁宮國軍兩大勢力 各自派出四到六人 進行最多十二人的同時對戰 而遊戲採取商城製 雖然玩這款遊戲免費 但是如果要購買武器 改裝機體則要花錢購買 萬代南夢宮希望用目前MMORPG 已經廣為流行的免費商城製 在PS3平台開座新商機 而在遊戲中 玩家不但可以駕駛各類鋼彈機器人 以及各類的武器載具 甚至還可以進行單兵作戰 駕駛員可以離開機器人 靠著肉身對抗巨大的鋼鐵兵器 享受以小博大的緊張刺激喔 當然因為駕駛員可以離開座機 也代表擬駕駛的機器人 會因戰鬥而損毀 甚至要在爆炸之前趕快逃命 然後司機潛伏到敵方陣營 奪取對手的機器人 在廣大且變幻無常的戰場上 玩家可以靈機應變擬定策略 玩起來樂趣大不同喔 超熱血的格鬥祭典 快打旋風Cross鐵拳 大家玩得還開心嗎 Sony還特別在週末期間 舉辦了超熱血的格鬥比賽 兩位遊戲製作人 還有再度來看更貴玩家大PK 我們也趕快去看當店的盛況吧 熱鬧滾滾的格鬥祭典超大作 快打旋風Cross鐵拳 因為網羅兩大格鬥遊戲作品的眾多人物 進行精彩激烈的格鬥遊戲 而大受玩家好評 推出後不但掀起了格鬥遊戲新話題 而兩位遊戲製作人 小野易德以及原田聖宏 對這款遊戲也非常的重視 甚至多次來台灣替遊戲造勢 週末期間台灣索尼電腦娛樂也舉辦 快打旋風Cross鐵拳上市輕功活動 兩位製作人再度來台語玩家相見歡 除了跟情侶玩家一起挑戰PK 兩位製作人還故意放水 帶上拳擊手套來玩遊戲 比輸了也很乾脆的玩起 男男輕輕的競技之吻 另外他們也宣布會針對這款遊戲 舉辦格鬥時尚最大規模的世界比賽 今年8月26日會先舉辦 快打旋風Cross鐵拳亞洲杯挑戰賽 歡迎台灣高手報名參加 而優勝者可以參加今年底 在美國舉辦的快打旋風Cross鐵拳世界杯大賽 與世界各地的優勝者同台較量 爭奪總獎金50萬美元的超高額獎金喔 玩家們趕快加緊練習取評獎金吧 誰說格鬥遊戲只能男子和硬碰硬 咱們美少女玩起格鬥遊戲 火辣的程度也是非常有看頭的呢 像是《生死格鬥武士玩版》裡面 登場的兩位女主角 真的可以說是經國不讓虛眉 讓各位玩家也是玩得非常過癮 所以大家也來看看 兩位美女的格鬥英姿吧 光榮特庫摩的超暴力大作 《忍者外傳3》 3月20日要搶先跟台灣玩家見面囉 玩家除了可以操縱身手腳尖的 超級忍者《龍準》 展開激烈的戰鬥之外 在《忍者外傳3》遊戲中 附贈了另一款格鬥大作 《生死格鬥武士玩版》 更是不容錯過 PS3版本提供的角色為疾風以及菱英 Xbox 360 版本則為龍準以及童 而先前《生死格鬥武》的試玩影片 展示了兩位男主角疾風 還有龍準的火爆對決 這一次要展示另外兩位女主角 分別是執法女忍者 菱英 還有德國空手道少女童的對戰影片 看到兩位美少女一路從某天大樓屋頂 打到地面 中間還歷經了場景的大破壞 甚至對玩家造成致命的傷害 多樣化的場景變動 讓《生死格鬥武》 格鬥更有樂趣喔 小米 是什麼東西灰熊厲害啊 原來是線上射擊遊戲 《Paper Man》裡面新登場的人物庫德 它就是一隻非常刷寶的灰熊喔 所以想要看這隻灰熊厲害的庫德 怎麼樣搞笑嗎 大家玩玩看《Paper Man》囉 極心室外旗下超搞笑的 線上射擊遊戲《Paper Man》 一起獨特的遊戲玩法 讓玩家操縱紙片人盡情戰鬥的樂趣 加上各式造型服裝任意搭配等豐富功能 大受玩家好評 現在遊戲要推出一個灰熊厲害的角色 庫德 雖然體型龐大 卻有著靈活的身去與動作 更推出全新的救難套裝 讓玩家一起感恩緊急救難的英雄們 此外也同步推出 《救難英雄經傳奇》 以及天棒地裂兩大回饋活動 將免費送出千元現金點數 以及各種強力炸彈喔 現在要玩純正風格的日式RPG遊戲 不用再養淚家用主機囉 因為在iPhone手機上 也有非常多的好作品值得推薦啦 像這一款《混沌之環2》 它的豐富內容 真的就是一點都不會輸給家用主機 所以喜歡RPG的玩家可千萬別錯過囉 創造出《太空戰士》 以及《勇者鬥樂龍》這兩個超賣座RPG系列 讓無數玩家瘋狂的日本時刻 威爾艾尼克斯公司 他們也漸漸踏足手機市場囉 先前在iOS手機平台推出的《混沌之環》 這款全金作品之後 馬上就在14個國家的APP Star躍居首位 如今這個大受好評的遊戲即將要推出續作了 並提供玩家付費下載 《混沌之環2》的故事將會接續前作 有著濃濃的傳統日式角色扮演遊戲味道 玩家必須扮演一個叫做達爾文的年輕人 必須屠殺犧牲者 並獻上他們的靈魂來拯救這個世界 而在五個被選中作為犧牲的人之中 還有一個是他偷面是摯愛的玩伴 他究竟是會服從或是反抗他的宿命 一切的抉擇都在玩家的手上 《混沌之環2》不但有厚重的遊戲世界觀 而且請來了許多的知名聲優惠角色配音 讓玩家更能投入遊戲的劇情中 這麼的大手筆 看來《混沌之環2》 或許可以媲美家用主機的遊戲囉 請坐在這裏面那邊 我們今天請坐在一起 請坐在一起 要不要一會 對,可以坐在一起 一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